印尼国内还是有一部分国民 仍处于缺乏基本营养或营养不良的状态 而食物浪费问题日趋严重 关心这个问题 亚加达一个慈善机构走进社会 关怀赞助中途之家的病人 免费捐赠日用品绿色蔬菜以及零食 当场捐赠的物资有大米 食用油,白砂糖,以及绿色蔬菜 除了上述常备食材 该组织还会住在中途之家的儿童 捐赠一次性尿布,牛奶,以及营养零食 我们参加家庭 就像刚才看到 有几个家庭 就像中途之家的病人 就像中途之家的患者 从外国的病人 就像中途之家 就像中途之家 感谢我们的幸福 这些人也很兴奋 我们的家庭 如果我们的家庭 我们每天都需要 我们就要在这里 我们的患者 有什么都要在这里 该组织从2019年以来 定期举办公益活动 希望每次的行动 能改善病人营养状况 早日恢复健康 大海新闻印尼报导 大海新闻印尼报导